LUKA 的夏天 LUKA 這部迪士尼的最新動畫電影 已經在Disney Plus 上面上線了 台灣原本會在7月2號上映的 也就是兩天後 但是... 我們今天還是維持號 你知道了 目前就延期到了8月6號才會上映 我沒有用VPN去看Disney Plus 所以我現在也還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只是呢 因為今天是童智驕傲月的最後一天 我在網路上面找一些素材的時候 發現了很有趣的一件事 LUKA 的夏天是一部童智電影 這當然打了一個問號 不過我找到在一些宣傳上面 他們也是說 它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兒童動畫版 的確 他們的背景都設定在義大利 有一些場景也相當的相似 甚至Call Me By Your Name 的導演 也是叫做LUKA 至少我想絕對不會有桃子那一版吧 不要亂講 我真的還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但是目前可以看到一些預告 或者是劇情介紹 這次皮克斯 繼《靈魂急轉彎》之後的一部新片 走一個完全不同的路線 格局限縮在兩個 從水裡跑到陸地上面的小男孩 冒險成長的小品故事 皮克斯的電影一直都很喜歡 用這種夥伴電影的基本設定 從胡迪到巴斯光年 大岩仔和毛怪 卡爾和小羅 去年的二分之一的魔法 和靈魂急轉彎也都是 都是一對夥伴一同經歷一場冒險 從中學習怎麼去面對自己人生的課題 盧卡的夏天也是藉由一對水怪朋友 來到陸地上的人類小鎮冒險 又遇到了一位人類的女孩 讓他們彼此之間的友誼 受到了一些考驗 的確在預告片當中可以看到 裡面的劇情很大的一個部分是 這兩個身為水怪的小男孩 要怎麼混在人類世界裡面不被發現 這個努力隱藏自己的劇情情結 還有勇敢做自己的宗旨 的確是比《冰雪奇緣》裡面的Elsa 在荒野上面唱著Lady Go 我想還要更明白清楚一些 從這兩個角色的劇照 他們的設計上面 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 的確是可以感覺到一些 那個友達以上的情感在 皮克斯或者是迪士尼 當然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陸卡的夏天的導演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做了一些回應 他說 我們是以愛情萌芽前的人生階段 來看待這個故事的 我希望這個故事有普遍性 每個人可以在其中得到屬於自己的東西 這個故事是屬於他們在前青春期的友情 那種友情可能會害你惹上麻煩 也可能會促使你做出改變 讓你找到自我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 以這兩個主角這兩個角色來說 他們是還沒有那樣子的想法的 他們都是還沒有青春期的男孩 兩人之間只有純純的友誼 你們這些誤會的大人 的確我認同 那個年紀的人應該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但似乎導演也沒有拒絕這樣子的可能性 畢竟很多時候就讓子彈飛一會吧 讓觀眾的想像空間盡情的去遨遊吧 等到這部電影正式在台灣上映的時候 等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們再來聊聊 你覺得它到底是一部怎麼樣的電影 以上這就是今天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